现在是早上8点17 还有不到40分钟就要出门了 然后我的箱子还是空的 所以给大家快速录一个行李收纳 马上就要奔赴三天两晚的 静岗热海旅行啦 出门嘛 讲究的就是一个快速便利 但是还要上罩 所以呢 我基本上是以连衣裙为主 连衣裙准备了这两件 一个是WannaTry的这样的一个印花连衣裙 像去一些那种山林啊 水边啊 竹林啊 就是绿色树比较多的地方 它就很适合 因为是一种马感材质的 又透气舒适 所以等一下出发我就打算穿这件 还有一条连衣裙是No End这个牌子的 它这个粉色真的巨好看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 染色工艺 它的粉色是带有层次感的 又带了一点点大人感的成熟在里边 然后它的肩带也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那行程里边如果有那种什么海边啊 咖啡厅啊 或者是什么花海啊 那这条裙子就超适合 裙板还带了一点点小鱼尾 非常可爱 就是衣服卷成卷 其实是最节省收纳空间的 第三套 我准备去玩那个讲版的时候穿的 因为不想去到那再换衣服 所以我会把泳衣直接穿在里边 然后泳衣呢 江江是这样的一件连体款长袖的 非常的简约 背后有一个镂空设计 就我觉得它很适合用来玩冲浪 讲版这种海上娱乐项目 长袖可以防晒 然后下边呢就配上这样的一个小热裤 就简简单单但是很好看 鞋子准备了两双 这双是我昨天才拆了快递的 43小时的新款平底鞋 我一直一直想找一双这种小圆头 真皮银色的小单鞋 它会很时髦很上罩 然后底又很软很能走 昨天拆了快递我穿着在家里走了半个多小时 脚感舒适度还有大小都很合适 所以决定今天带它出门 会比运动鞋来的更加的透气 所以鞋子的主力君就是它 还有一双迪卡农的拖鞋 是从国内带回来的 准备在房间里或者是去沙滩的时候穿 三件内衣 还带了一件优衣裤的这种针织衫 从海里出来之后套在身上 然后穿这样的一个小短裤 又防晒又好看 如果晚上稍微凉的话也可以把它披在肩上 或者是套在那个连衣裙的外边 优衣裤的防晒服 它还有那个防小雨的功能 也很轻便 很好收纳 这个我打算随身带着 这个是天下流的睡裙 野餐垫 包包是优衣裤的 这包我跟你们讲巨清老便宜的不到100块 这个白色我用了大概有第三年了 它可以单肩鞋块 然后还可以把这袋放长一些 关键是它巨能装 你看哈 这个防晒服 遮阳伞 还能再装这么大个化妆包 你说这小包扭不扭 出门旅行必备啊姐妹们 所以这一个包三天两夜的旅行就完全够用了 还带了一个优衣裤的环保购物袋 打开之后也很大 非常能装 比如说去海边需要带换洗衣服 那我可能随身物品就会放在这个包里 然后一些拖鞋呀 换洗衣服呀 就会放在这个包里 洗护套装 干碟 翠红的干碟 大家一定要认准翠红这家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干碟 因为我们这次住的这个民宿还能自己烧烤 所以就把干碟也带上了 相机的三脚架 我的化妆洗漱包 电子设备包 GoPro充电器数据线都在这里吧 防温喷雾 最后一个急救医药包 好啦 收拾完毕 我们出发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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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